蔚蓝的天空散发出淡淡的海香 这里是台东的小野柳风景区 一位在外地闯荡30年的阿美族人 去年在台北国际牛肉面大赛夺冠后一举成名 但他却选择返回台东老家 要把这项厨艺传承给有心学习的部落青年 牛肉面一上桌 清澈甘甜的香味扑鼻而来 Q弹入味的牛肉 软嫩带有嚼劲 这是阿美族师傅林秀源去年不断研发 一推出就获得台北国际牛肉面大赛清炖煮的冠军 好吃好吃好吃 去年得到冠军这个清炖牛肉面 它的特色其实不外乎就是用蔬果 用很多的蔬果去熬这个汤头 它才会清甜 因为我想说现在的人吃得比较清淡 比较讲求养生 一颗颗牛大骨加入大量蔬果 一起熬煮12小时 美味的汤头关键就在于蔬果的比例 师傅细心带领部落年轻人 期待他们能从中培养兴趣 学得一技之长 想要学啊 然后就想说未来的路怎么样 对我们的要求就严格 然后就做事每分每秒就是都要精准 这个熬汤的顺序要对 假如不对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记得 我第一次要去应征的是一个连锁店 海鲜餐厅 看到可能是原住民吧 原住民他觉得那时候还是比较启示 一下子就被打回票 年轻时的林秀源虽然一开始不太顺遂 但他脚踏实地努力累积经验 最后终究获得肯定 而此时的他最想做的就是返乡 父亲也年长八十几岁 我想说也该回来台东了 然后顺便把一些原住民的子弟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如果有兴趣的原住民的年轻人 不想读书的 可以慢慢地教他们 让他们做点小生意 养家活口总是可以 林秀源煮出美味的牛肉面 提西后备不藏丝 将煮面的技术传授给年轻人 就希望部落的年轻人 可以有不一样的发展 记者UMAS 萨勒勒 台东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